高嘉瑜在11月CN10號 坦誠被男朋友林秉書家暴施暴 而高嘉瑜的爸爸除了心疼 当然还是心疼 今天再度接受访问 他表示已经跟高嘉瑜见过面了 那两个人当然也是互道安慰 那高嘉瑜看到爸爸肯定是哭得很伤心 那高爸爸也说 对于这个司法制度的问题 他要跟女儿一起来做讨论 我们持续来听 目标是做家当 就是所有周边的朋友都会心疼 你说一个人被打成这样子 我们有见面 对啦 一定有见面 就是说大家互相安慰一下 就是这样子 要不然讲真的啦 事情发生了 讲真的 你说能怎么样 你说你再去把林秉書抓来打一顿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那种不理性的家长 我们也不是那种不理性的一些百姓 对不对 那你说你打他有用吗 没有用 其实应该是像我的观点 我是认为说 这个修法 因为我可能会跟我女儿再去谈这个 以后像对这种 他们这种状况的人 台湾是不是把一个法律里面 要去再去稍微修正 特别对他们这种人 因为你有可能再犯 或者是他自身 他有精神病的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制度里面 你是要先治疗 我给你先抓去治疗 治疗一段之后 认为你OK了 那一个医生 两个医生 三个医生 四个医生 五个医生 评估后之后 你是正常的 抓出来再赶紧审问这些事情 委员其实他从小到现在 其实他一直很独立 他一直很独立 这个是你们以前采访过也都知道了 他自己也都这样讲了 所以说一对这种事情 他自己能够隐忍的 他自己能够处理的 他都尽量不麻烦家里 因为我太医讲嘛 我们家的人其实是不从政的 从我爸爸那时候 就跟我们近年都不要去从政 所以说其实我们 他从政就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那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是不会管制小孩子 你既然从政你就要相对 你就要去付出你自己的一些生活形态 状况这种东西 因为已经进入司法了 那我们也不是想说你要去探讨这个 毕竟 我知道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 因为毕竟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比较庆幸的就是说 这个事件里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林秉书这样子的状况 那下嫂子这么重 我很庆幸说我女儿 至少她在整个事件的反应上 还算理性 像她自己讲的 我一个150几公分对抗180几公分的 她没有动手她没有反手 她只有忍耐地让她去挨打 至少这个部分能够保住她自己的性命 我比较安慰的是这样子 我说你看 她刚出来 前一天那个桃园那个妇 两个结婚那个小孩 为了一点事情就这样把她 我真的现在真的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现在到底脑袋挂 想什么真的想不通 我以为你又打得上给你 报个平安 至少是有啦 有啦 有啦 健康状况的 有啦 这个是当然是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做的 小孩子也知道说我们不会去干扰她的生活 但是像这些事情这样报道出来 她一定会跟家里稍微联系 可是大家会谈一下 就是说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大家都会互相关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她 你们也知道因为她的一些周遭朋友 有很多在医生界 就是在那个 所以说在那方面都会帮到在处理 这方面 好 现在新北地检署指挥板桥分局 有侦办高家瑜的这个伤害事件 那么林炳书现在被控伤害 防害秘密等罪 现在已经申请积压禁件了 已经积压获准了 那么我们看到警方现在回到了事发现场 在凌晨的时候呢 有先查扣到了高家瑜的自白书 还有高家瑜前男朋友马文玉的这个传单 有八张 另外还有林炳书 抱歉 他这个母亲的复文 但是很奇怪的是 在这个侦查的这个过程中呢 怎么会有一对男女 他们二度进出呢 另外还有的就是 高家瑜他本来想要拿到的白色豆腐头 目前检警还是没有找到 只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有一男一女就在警方来的时候 他有跟饭店人员表示说 要帮林炳书来收拾东西 而警方就觉得两个人实在太奇怪了 把他们带回警局来做笔录 而他们是林炳书日前呢 在这个饭店大厅被拘提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在他旁边有一个长发女子嘛 无姓女子的姐姐跟弟弟 好他们两个人要帮忙收拾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警方看到的呢 好这方面检警当然还要再做追查了 另外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马文玉他昨天在上这个争论节目的时候 他有特别提及到 这件事情这也被资深媒体人黄阳明给披露 他说昨天呢 这马文玉在这个争论节目上的时候 他有提及到说商界大佬在高家瑜 被林炳书暴力对待事件报道之前 有向周刊施压 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直接点名说这两个人是谁 就是PC Home的董事长詹洪志 以及科技大佬宣明志 那黄阳明还特别爆料说 詹洪志是谁他可是现任的国策顾问 所以还有在脸书上说 请总统府是不是应该要启动调查呢 对此刚刚的最新消息是 宣明志跟詹洪志两个人都分别否认 他们表示没有来跟周刊施压 另外是律师李津奇有再度爆料 好他不是有先说吗 这个林炳书他过去在这个巴黎的时候 有偷摸女生然后被罚了600欧 然后之后呢也还跟他借钱 甚至还曾经恐吓他 他就爆料说他何止这个样子 他居然他的作品也都是有抄袭的 除了抄袭之外呢 也喜欢装文青来骗女生 甚至还会到处去炫耀说 女朋友可以当作秘书 而且是免费的秘书来使用 所以对这个律师来说 其实李敏书会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也不太意外 因为其实有小见大器 他在过去的有一些人品跟行为 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太OK的 都是还蛮NG的 好 其实我们还要来聚焦的是 林敏书因为殴打高家瑜 因为家暴案导致被收押 那么传出他其实 手上还握有好多名女性的照片 就连被逮捕的饭店 都还出现一名 这个女性的朋友 他到底是谁 身份又是什么呢 这些关系 到底是红粉知己 干妹妹 还是其他有很多女朋友呢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就爆料说 其实林敏书 曾经三度主动联系他哦 其中一次还说要以党的名义来拍摄影片 但是过程却都跟党完全没关系 我不认识他 但他确实是有私讯过我 这样回到2018年那一年 就我还在选议员 还没有选上的时候 那他那个时候就有传讯情给我说 他愿意就是捐献政治现金给我 但我当下是不是跟他说不需要 因为第一我就是不认识他嘛 那当然他是以他 他是我学长的身份来接近我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第二次的时候 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有接党的一个秘密计划 说要来找我们拍一些跟女性相关的影片 然后所以我后来也去了 不过去的时候当下是觉得还蛮奇怪的 就是说那怎么在拍摄的过程中 如果跟党有关 那怎么好像很多该提到的事情都没提到 比较反而像是一个花絮 想要更认识我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访谈 对所以当天还蛮奇怪 他甚至还提供我6000块的车马费 但我后来也是没有收 所以当天我就现场的只有你 只有我跟另外一个摄影师 然后还有他本人 对所以在当天都觉得这个就是怪怪的 对所以我后来访谈完之后我也离开 然后所以就再也没有跟他接触 直到这一次他妈妈的告别式 他也是特别传了他们家的就是付文给我 拜托我出席 那么久没联络然后寄付文给你 对对对大概过了 这样也算是将近一年半吧 一年半的时间 可是因为基于民意代表 其实我们就是亲自来拜托 我们其实有空都还是会出席 所以我也现身了他妈妈的这个告别式 不过了 有点远了 谢谢我